各位家長、各位中一的同學 你們好 歡迎你們來到陳柱這間學校 每個中一的同學 你們都會收到一份這樣的表格 它是用萬字劫著 分別有兩張紙的 這個是用來申請公共圖書館的圖書證 如果中一的同學 你已經申請了公共圖書證的話 你只需要在這份 油印紙表格上面 填下你的圖書證號碼 還有你的姓名 還有你讀哪間小學 整份交回來學校給我就行了 如果你未申請公共圖書證的話 也不要緊 你只需要填一份申請表就可以了 你需要的文具是甚麼呢 只有一支黑色原子筆 其他任何的圖改工具 包括圖改液或者圖改帶 都是不能用的 我們看看如何填這份表格 首先同學要把自己是先生還是小姐 然後在旁邊寫你的中文名 然後再寫你的英文名 然後要寫出生的日期 和你的身份證號碼 再把簽法的地點 然後去寫住址和家居電話 還有你的手提電話 住址和家居電話 都一定要是香港的簽法資料 然後把你的職業是學生 然後再在日期的一欄上面 寫你填表的日期 和簽名就可以了 下面那半部分是由擔保人 或者是你的家長填寫的 同樣都是只可以用黑色原子筆 不可以用圖改液或者圖改帶 一樣 我們要填上是先生還是太太 然後要填中文名 英文名 身份證號碼 如果住址和同學是一樣的話 就不需要再填寫的了 然後填住宅電話和手提電話 如果沒有住址的話 都是一樣 只是寫手提電話就可以了 最後都是在填表日期上面寫下 然後簽名 那就完成了 錡我們有些需要的 那些時代 你真的要在打他的 然後看到 大概記得了 好 純正 純正 助理 請 請 請